我們來看一下 WebDuno 三大雲端平台 我們剛剛講過 WebDuno 它在線上就可以完成 那它有三個部分 事實上嚴格來講明年還會提出第四個就是做APP的部分 但是我們現在主要有三個 第一個就是它比較基本功能 它叫 Blockly 那這裡面是屬於不用註冊就可以進去用 不用註冊就可以進去用 第二個呢叫做線上模擬器 這個也是免註冊的 也就是說你今天沒有設備 有設備的我們會用第一個跟第三個 沒有設備的手邊沒有的 你就用第二個可以線上直接模擬 雖然它能夠模擬的元件不算太多 但是也可以做到一定的程度 所以老師的這個部落格上 你看任務裡面 你會發現老師在這裡 有很多的教學文章 都是在寫什麼 封神版 可以嗎 就是模擬器 有沒有一系列都是這個的 這個都是用模擬器玩 事實上模擬器就可以玩很多 那用模擬器玩也有好處就是 因為市場的同學畢竟跟這個電子類的東西 總是不是那麼熟悉嘛 所以有些同學會怕說 這醬醬 這個插下去會不會怎樣 沒關係 模擬器就隨便你玩 你玩壞就要聽到的事情 電腦不會壞就好了 所以這個是模擬器的好處 那如果你要更完整的功能 其實就要用到什麼 這個 雲端的 就最完整的功能在這邊 但是它需要註冊 可是也是免費的 就是說 你免費的有 我如果沒有記錯 應該是20個 就是可以寫20個程式在裡面 超過的你可以匯出來 等一下 就是要用的時候再匯進去 這樣也可以 就是說免費它有一定的 程式數量的限制 所以待會你點這個地方 點進來 你就會看到 長得像這樣子 這裡我把它先刪掉一下 你會進來長得像這樣 對不對 我把它放大一點 那第一次進來呢 你按一下這裡 模擬器這裡有沒有 右上角有個房子 按一下 再按一下元件 有沒有看到這些板子了 跟這個元件 那你這樣用的話 你比較不方便 因為這個區域太小 有兩種方法 你可以把這個地方拉開一點 這是一種方式 但是呢 你可以用這裡 放到最大 這樣有沒有更大一點 就是我們先把硬體把它抓出來 那你要怎麼把這個東西拿出來 按下元件之後可以打開或關掉 按著它拉出來 有沒有就一個板子了 按著它拉出來 你不要按一下就放開 因為按一下放開 它會掉在下面 這樣了解嗎 那萬一不小心多了 你就按Delete 點到它 那你就可以把它刪掉 各位 這是向量的 四傳同學 對向量點證應該沒有問題 所以請問可不可以放大 滾輪往前 有沒有就放大 是不是向量的 對不對 往後就縮小 那你要移動的話呢 除了點到單一個元件移動 你點到空白的地方 按著拖曳 有沒有就整個一起動 好就可以整個一起動 所以如果你有東西 要整個一起移動的時候 不要點到任何一個空白的地方 按住滑出左鍵或右鍵都可以 就可以移動 好 那 我先等各位 你先把這兩個元件交進來 就是一個開發板 加上一個LED燈 好不好 各位呢都已經加好元件之後 現在老師先跟你解釋一下 這個板子 你先看一下這裡 這個開發板 雖然跟我們現在用的不一樣 但是原理都相同 這叫Arduino的板子 UNO 好 你看下面這裡 這裡有兩個 各位應該要認識的 就是這個 請問這是什麼 電壓 以前國中有沒有寫過電壓 幾伏特幾伏特是幾V 對 那 請問 各位 我們USB 可不可以充電 電腦USB的插座可不可以充電 請問它是提供幾伏特的電 5 5伏特 沒有錯 電腦的USB標準的是5伏特的電 那我們一般開發板上面都有兩種電源 兩種電源 有一個是3.3 一個是5伏特 另外 你看我們的插座 一般的插座 是不是有兩孔也有三孔 對不對 那我們會有一孔是什麼 接地用的 GND就是 地面的那個英文 GRAM 了解嗎 那 這個板子 因為它比較大 所以其實它有3個GRAM 你看上面這裡 又有一個GND 對不對 這裡有一個 這樣有了解的齁 再來 你會看到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一堆的數字 大部分視傳同學看到這些數字就投降了嗎 來你看這些數字有什麼不一樣 有的有毛毛蟲 有的沒有毛毛蟲對不對 那有沒有差別 有 你們有沒有用過一種那種 比如電燈 你會慢慢用這樣旋轉旋轉有沒有 轉轉的越來越亮 然後也越暗 那一種的就是 像毛毛蟲這一種 這一種我們稱作類比的訊號 PLM PWM 抱歉 還原一下 PWM 就是下面這個 有沒有 有毛毛蟲的 這個叫PWM 就是類比訊號 它可以模擬 那如果是這一種的 沒有毛毛蟲這個數字的 叫做數位訊號 它就是只有0跟1 就開根關 它就沒有那個程度上的差別 這樣有了解吧 所以這個是我們主要會用到的 那我們現在呢 先看一下 這裡有一顆LT燈對不對 你有沒有注意到 LT燈有長短角 有對不對 請問哪一個是正極 我們電就會有分正極跟負極 你看我們那個3號電池 3號電池 各位有用過對不對 它是會這樣 是不是這樣 對不對 哪一個是正極 是不是上面是正極 下面是負極 對啊 那這個長短角也有這樣子 你覺得哪一個是正極 對沒錯 長的是正極 短的是負極 所以 我們的負極 都是接哪裡 都是接GND 這樣解決嗎 好 那正極的話呢 本來 如果 它需要用電量比較大 需要接到電源 但是我們一般LT燈 它的耗電量其實很小 所以不需要特別接到電源 你只要接到那個 我們這邊叫訊號的 好 這些腳位上 用它腳位上提供的這個 電源就夠了 所以呢 待會兒要怎麼接線 你看 我滑滑滑滑 滑到這裡來 你有沒有發現我滑到那個 尖端的時候會亮起來 好 你看 我就按著它 拉拉拉拉拉拉到這裡 有沒有亮起來了 放開 那這裡也是一樣 按著它 拉拉拉拉 我拉到10這邊 你可以拉到10 9 8 7 這幾個都可以 好 我拉過來之後 這樣就OK了 萬一接錯了 不要難過 點到這條線按Delete就好 有沒有 那 如果 你有玩過貝姿曲線 或者應該講那個 多邊形的曲線 你想要這樣直直不好看 按著它 有沒有可以把線整理一下 如果你要比較普摸一點的 我就覺得這樣比較好 你就可以再把它拉開 這樣了解嗎 那你這樣子做好了之後 你就可以把它縮小了 縮小了在旁邊對不對 或者沒看到你就拉一下 滾輪往後退 有沒有 這樣就OK了 這樣我們 模擬器的硬體就準備好了 等一下 我們再看積木 左手邊這邊的積木 來 我把後面還給你